第2981章最后底线 当叶玄念出那个名字时 他面前的空间微微颤了起来 见状 叶玄嘴角微先 转身离去 无边主看了一眼叶玄 没有说话 虚真神殿 殿内除了叶玄 还有北殿主与南殿主 以及一众虚真神殿的长老 殿内 众人神色皆是凝重无比 虽然叶玄已经打退那些神灵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些神灵会卷土重来 而且会很快 叶玄看了一眼众人 笑道 我知道 你们压力很大 我压力也很大 哈 众人看向叶玄 叶玄继续道 这些神灵的实力 确实很强 我们这边想要将它们打得虚弱 需要花极大的代价 从人数上来看 我们没有任何优势 不过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 在这些神灵眼中 我们都是高阳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不是来统治这片宇宙 而是为了杀掉这里的人 然后炼制成灵源 说着 他掌心摊开 一枚灵源缓缓缓飞到大殿中间 众人看着那枚灵源 皆是有些震惊 将人炼制成灵源 灭绝人性啊 叶玄又道 所以 我们根本没有退路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与他们一战 蓝殿主突然道 叶玄殿主 可我们双方之间实力悬殊很大 叶玄点头 我们现在得想办法弥补这个实力差距 蓝殿主看着叶玄 如何弥补 叶玄沉默片刻后 道 装备 蓝殿主愣住 装备 叶玄点头 实力不够 只能装备来凑了 蓝殿主看了一眼叶玄 沉默 他知道 这位来自下界的人间建主应该是有后手 叶玄突然道 现在起 召集在外的所有强者 让他们做好准备 给店主审声道 店主 最近有许多人开始往下面逃去 叶玄沉默 一旁的蓝殿主道 我建议发照 让他们立即回来 不然 将永生永世禁止他们进入虚真世界 北殿主也点头 当年虚真世界大战时 也有一批人逃走 等大战结束后 他们又回来 最后被当时的店主全部震杀 叶玄平静道 逃走的人 给他们立个石碑放在下界通往虚真世界的入口处 并且 永生永世不得入虚真世界 北殿主点头 可以大战起 许多时候 怕的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人 蓝殿主也是点头 我觉得这么做 还是对他们仁慈了 就应该直接震杀 如今这种局面 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心词手软 因为 我们若是不抵抗 他们这些逃下去的人 都将被炼制成灵源 神灵炼制灵源 那也是挑目标的 太弱的 他们不会动 而虚真世界的这些人 刚好符合 可以说 如果他们不抵抗 这些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 叶玄笑道 有的时候 耻辱比被杀 更让人难受 我相信 有些人会回来的 蓝殿主微微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叶玄平静道 让所有人都去塔里修炼 众人点头 叶玄有一个小塔的事情 他们也是知道的 那可真是一个逆天的小塔 很快 在叶玄的安排下 需真神殿所有的强者 全部进入小塔内修炼 现在需真神殿这边 共有强者28万 都是顶级强者 这还是加上需真神墓 那些强者 不然更少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在小塔修炼 这些强者 根本不是那些神灵的对手 只能依靠需真神殿的 需真神镇勉强抵御 这时 无边主突然道 若是多争取一些时间 小塔内的这些强者实力 都将变得非常强大 毕竟 他们能够走到这一步 天赋都是绝顶 而若是给他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他们能够成长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争取时间 一旋想了想 然后到 可以 无边主点头 小塔内十年 外界一天 我们若是给他们争取一百天 就是一千年 我们若是能够给他们争取一年 就是三千六百年 三千六百年 足以让他们提升很多很多了 叶玄突然问 争取三年呢 无边看了一眼叶玄 如果那些神灵愿意给你这个时间的话 当然是可以 叶玄笑道 他们不给 我们就争取 无边双眼微眯 怎么争取 叶玄轻声道 这里不是有一座虚真神镇吗 无边神声道 你要一人守整个虚真世界 叶玄摇头 不 还有你 无边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叶雕毛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情都带上我 叶玄正色道 你不想破心中神了吗 无边看了一眼叶玄 破心中神 就要完命吗 叶玄笑道 不完命 怎么破 无边微微摇头 叶雕毛 我觉得 你有点危险了 叶玄不解 什么意思 无边神声道 老实说 你现在实力虽然很强 而且 还创造出了自己的剑道 但是 你的道心与根基 真的无法与那三剑道 相比 你强行破神 我不是特别看好 叶玄轻声道 不然怎么办呢 无边想了想 然后道 再混个几千年 叶玄哈哈一笑 我倒是也想 不过 这些神灵 不会给我这个时间了哈 若是我现在叫我妹出手 那我这一辈子 都无法再破神了 无边主低声一叹 如叶玄所说 如果现在叶玄在叫人 那就真的别想再破神了 一遇到困难 就叫妹 那还如何破神 而且 谁敢保证过了这神灵这一关 下一关的敌人 不会比这些神灵更强大 那个时候 难道又要叫人 然后混几千万年吗 那不成无限套娃了吗 叶玄笑道 不叫三剑 是我最后的底线了哈 无边摇头一笑 确实 其实 叶玄如果不想突破自己 这天地间 真的没有人能够伤他 一句话 只要他想 他随时可以全宇宙无敌 神灵 别看这些神灵强大无比 而且 拥有不死之身 但是 在三剑面前 那依旧是蝼蚁 随便来一个 这些神灵就会成为历史 不怕靠山王拼命 就怕靠山王拼人 第2982章来群欧我 店内 无边主心中一叹 虽然他以前嘲笑 叶玄老师叫人 但不得不说 很多时候 他还是有点羡慕的 就像这一次 叶玄破神 即使失败 大概率也不会死 他无边主呢 那可就不一样了 妹妹没有 爹没有 大哥更没有 他要是破神失败 那就彻底无了 唉 这差距太大了 叶玄突然道 无边 这虚真神殿 就我们两人来守 你有信心没 无边平静道 没有 叶玄笑道 无边 如果我们这次守住虚真世界 我就让书院将你的功绩传遍至诸天万界 后世之人吻你之名 都会肃然起敬 无边沉默 好像有点诱人 叶玄笑道 无边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 总要留下一点什么 你说呢 无边看向叶玄 叶玄真诚道 我们也算朋友了 我现在 需要你帮助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无边主溜走 这个家伙虽然花里胡哨的 但是 真能打 无边沉默片刻后 笑道 那就热血一次 叶玄顿时大笑起来 有无边帮助 他就有了更多的把握 刺事想到什么 叶玄突然离开 须真神殿 他来到那柄须真神剑面前 看着眼前的须真神剑 他微微一笑 掌心摊开 须真神剑直接化作一道剑光落在他手中 叶玄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嗡 须真神剑突然间剧烈一颤 一道剑鸣声响彻整个须真星空 叶玄睁开双眼 他看向手中的须真神剑 有些震惊 靠墙的剑 这剑虽然比不上清玄剑 但不得不说 也只仅次清玄剑 当然 三剑是要排除在外的 一悬握着清玄剑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很快 他感受到了那座须真神镇 这座须真神镇是当初须真神殿与大道 比主人及无数强者建造而成的 在当年须真世界能够抵御住那些神灵 这座须真神镇可是立了不小的功 叶玄感受着那座须真神镇 神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他能够感受到 这座须真神镇内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片刻后 叶玄微微一笑 松开须真神剑 让其归位 然而 那柄须真神剑却不动 叶玄愣住 这时须真神剑突然化作一名女子出现在叶玄面前 她盯着叶玄 我不想再被困在此地 可否给我自由 须真神剑的灵 叶玄沉默 女子摇头 太孤独了 叶玄轻声道 这样如何 再帮我这一次 这一次之后 我就让你自由 女子沉默 叶玄笑道 你是这座须真神镇的阵眼 若是离去 别的剑无法替代 她倒是没有忽悠 因为这须真神剑是专为这须真神镇打造的 只有她 才能够将这座须真神镇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女子看着叶玄 最后一次 真的 叶玄点头 这一次之后 我给你自由 你看如何 女子点头 可以 说着 她化作一道剑光回到原来的位置 叶玄站在须真神殿之上 她抬头看向星空深处 就在这时 那星空深处突然颤动起来 紧接着 一道道黑光不断涌现 在这些黑光内 是神灵 又来了 无边主突然出现在叶玄身旁 她看着那些黑光 轻声道 他们是不想给你任何时间啊 叶玄笑道 已经预料到了 无边主沈声道 真的救我们两个 叶玄笑道 怕吗 无边哈哈大笑起来 我怕个毛 叶玄看着天际 轻笑道 那就战 无边主抬头看向星空深处 笑道 那就战 就在这时 虚真神殿上空的时空突然裂开 接着 一名中年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罪亡 叶玄看着罪亡 心中也是有些无奈 之前差点就把这个家伙给干掉了的 可惜啊 当然也无所谓了 没了罪亡 肯定也有别的什么亡 罪亡出现后 他目光直接落在了叶玄身上 靠山王 别说我们不尽人情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活的机会 叶玄笑道 说来听听看 罪亡盯着叶玄 只要你把那造剑之人叫来 你就可以活 叶玄愣住了 把造剑之人叫来 轻而 叶玄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你们这是搞哪一出 罪亡诞生道 实不相瞒 要杀你身后之人的 并非是我 而是我们那个世界的大佬 叶玄不解 为何 罪亡指了指叶玄的剑 然后道 是你这柄剑的缘故 造此剑的主人 肯定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因为他造出来的剑 可以威胁到我们的本体 这种事情 是会动摇我们那个世界根基的 因此不能让他活着 懂 叶玄沉默 他确实有点意外 这些家伙居然已经开始打青儿的主意了 一旁的吴边主则是笑了起来 这些家伙居然开始去打那个女人的主意 这不是打着灯笼进茅厕吗 这时 那罪王突然看向吴边主 他盯着吴边主 你个小鳖三 笑什么 文言 吴边主眉头皱了起来 我是抱你家祖坟了吗 罪王突然直接朝着吴边主冲了过去 一拳轰下 天地震裂 见到这一幕 叶玄顿时愣住 这个罪王实力居然变强了 吴边主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直接冲天而起 一拳崩向那罪王 空偶 两人拳头刚一接触 一股恐怖的力量便是瞬间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轻刻间除整座虚真神殿外四周时空在这一刻直接化作虚无 这虚真神殿的虚真神正很轻松的就扛下了两人的力量 轰猛龙 无尽黑暗时空之中 吴边主与那罪王疯狂对轰 两人都是硬刚 谁也不耸 打得是一场激烈 一旋看向那天际 在那天际 除了罪王 之前那战天神王也在 除此之外那白衣女子剑羞也在 白衣女子剑羞也在看着叶玄 目中含沙意 叶玄轻笑 不爽 来白衣女子死死盯着叶玄 没有动手 她当日对叶玄出剑 就吃了一个大亏啊 这个家伙能够吞噬她的剑 这时那红袍男子突然道 靠山王 你嚣张个什么 你叶玄突然看向红袍男子 别废话 直接单挑 来 说着 她直接来到那红袍男子对面 红袍男子盯着叶玄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单挑 她还真不敢 因为叶玄可跟别的人不一样 是能够真正杀死他们的 不得不说 这件就有点离谱 他们存在这个世界 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意念存在 而他们本体在真世界 理论上来说 这个世界是绝对不可能杀得死他们的 但是 这柄剑能 太不正常了 连他们都无法理解 叶玄冷冷看了一眼红袍男子 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打又不敢打 还要在这里避避 什么玩意 红袍男子宁声道 靠山王 叶玄突然抬手就是一剑 空 随着一道剑光字场中一闪而过 红袍男子直接被叶玄这一剑斩退至数万丈之外 众人大惊 叶玄看向那肉身一点一点军裂的红袍男子 不屑道 你也配叫我靠山王 说着 他扫了一眼那些神灵 单挑若是不敢 我可以允许你们群殴 来 今日 我这个靠山王群殴你们所有神灵 来 嗡 一道剑鸣声突然冲天而起 直入云心河深处 第2983章就是这么调 来 天际 夜玄持剑而立 傲视一众神灵 群殴 一人群殴所有神灵 场中 那些神灵皆是怒不可遏 但却无人敢先动手 只因为眼前这个靠山王的剑能够斩杀他们的本体 他们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肆无忌惮 傲视一切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不死之身 而在这个少年面前 他们却没了这个资本 这就像世俗之中的一些喷子 献上石 喷天喷地 一副老子第一 老天第二 献下石 比谁都送 就在这时 那战天神王突然缓缓站了出来 他面向夜玄 夜玄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化作一道剑光消失在原地 战天神王双眼微眯 抬手就是一拳轰出 轰 无尽的黑光自他拳头之中涌出 轰偶 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乍响声响彻天地间 战天神王与夜玄同时连连暴退 而当那战天神王停下来时 他的右臂直接裂开 无数黑血不断涌出 见到这一幕 众人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战天神王抬头看向夜玄 眼中也是有着一抹震惊 他正要说话 这时 夜玄直接消失在原地 诗 一缕见光自场中一闪而过 战天神王眼瞳咒人一缩 他突然朝前一冲 这一冲 场中时空直接扭曲成了麻花状 与此同时 无数的黑光冲击波不断自他体内涌出 硬刚 空梦 随着夜观那一剑斩来 那一片黑光直接破碎 下一刻 战天神王整个人直接被斩退至数十万丈外 而他刚一停下来 他右手彻底裂开 诗 而这时 一道剑光突然杀至 战天神王心中大害 他连连后退 但是 他的速度根本没有夜玄的剑快 就在那一剑杀到眼前时 夜玄眉头突然皱起 猛的转身一剑斩下 空梦 这一剑斩下 一片剑光突然间自夜玄面前爆发开来 夜玄连连暴退 这一退便是数十万丈 夜玄停下来后 他看向那站天神王面前 在那里 站着一名白发老者 在白发老者手中 握着一本闪闪发光的古典 白发老者看着夜玄 嚣张跋扈 夜玄咧嘴一笑 下一刻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空 随着一道剑名声响彻 一道剑光直接杀到白发老者面前 与此同时 无穷无尽的人间剑意不断涌入青玄剑内 白发老者双眼微眯 他突然默念咒语 空 一瞬间 一道金光自他手中的那本古典之中爆发出来 在这些金光之中 尽是诡异的神秘符文 强大的力量瞬间震碎整片星河 两人硬刚 空偶 随着一片剑光与金光爆发开来 场中突然间陷入一片漆黑 而在那无尽的黑暗时空之中 白发老者连连暴退 在退的时候 他手中那本古典开始寸寸破碎 见到这一幕 白发老者满脸的难以置信 而这时又是一柄剑杀制 白发老者眼瞳咒人一缩 他快速念动咒语 突然间 他眉间涌现出一道万丈金光 空偶 然而 这道万丈金光依旧没有能够抵挡住夜玄的青玄剑 一碰变碎 诗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夜玄的青玄剑直接刺入白发老者的眉间 白发老者眼瞳咒人一缩 心中惊骇欲绝 救我 声音落下 旁边那战天神王直接朝着夜玄冲了过去 而这时 一道残影突然冲向战天神王 正是安兰秀 空偶 安兰秀一枪硬声声将那战天神王逼停在原地 战天神王盯着安兰秀 正要再次动手 而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 战天神王猛的转头看去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那白发老者直接被青玄剑吞噬 空 青玄剑爆发出一道恐怖的强大气息 一道道剑鸣声冲天而起 震撤星空宇宙 而那白发老者灵魂在被吞噬后 场中出现一道白色青烟 那道青烟缓缓消失 死了 见到这一幕 场中那些神灵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本体都死了 战天神王见到这一幕 眼中也满是惊骇 叶璇看着面前的青玄剑 青玄剑在吸收掉对方的灵魂后 修为再次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叶璇伸手握住青玄剑 这时小魂突然兴奋到 小主 这些人的灵魂能量好强大 我若是再多吸收一些 说不定还能够再突破呢 他的声音没有隐匿 因此 场中所有神灵都听了个清清楚楚 听到小魂的话 那些神灵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 这时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们啊 叶璇则是微微一笑 待会多给你吸收一些 反正神灵多 放肆 那红袍神灵再也忍不住 当即站了出来 然而 他刚站出来 一道剑光便是直接斩了过来 空 瞬息间 那红袍神灵直接被斩至数万丈之外 而下一刻 一道残影自场中一闪而过 诗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青玄剑直接没入那红袍神灵的眉间 空 青玄剑开始疯狂吸收红袍神灵灵魂 红袍神灵惊欲绝 他连忙道 救我 救我 然而 场中那些神灵却无人敢动 见到这一幕 红袍神灵顿时怒骂起来 我们所有人一拥而上 他能奈何 文言 一些神灵顿时意动 而这时 夜旋转头看了一眼那些神灵 来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在他身后 千万秉人间渐涌现 见到这一幕 那些神灵脸色顿时巨变 不敢再有任何异动 见到这一幕 那红袍神灵顿时面若死灰 而这时 那白衣女剑修突然化作一道剑光冲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那红袍神灵顿时目自欲裂 不 灵儿 快走 白衣女剑修直接一剑刺入夜旋眉间 夜旋没有避让 然而下一刻 夜旋直接将白衣女子的剑吞噬掉 与此同时 一柄人间剑直接眉入白衣女子的眉间 空 白衣女子顿时将在原地 不 红袍神灵目自欲裂 怒吼 夜旋看了一眼红袍神灵 你屁话多得很 红袍神灵目视着夜旋 你 夜旋一剑消出 诗 红袍神灵脑袋直接飞了出去 而青旋剑则飞速吞噬她的灵魂 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是吞噬的干前净净 夜旋掌心摊开 青旋剑飞回到她手中 而此时 青旋剑的气息又强大了许多 见到这一幕 夜旋顿时有些欣喜 如果继续吞噬这些神灵 这青旋剑说不定真的能够再次突破呢 就在这时 夜旋面前的白衣女剑修突然茫然道 为什么 夜旋收回思绪 看向面前的白衣女剑修 白衣女剑修死死盯着她 为什么我的剑无法伤你 夜旋平静道 我从小就修炼无敌剑体 免疫所有剑 白衣女剑修怒吼 这怎么可能 夜旋诞生道 我也觉得很逆天 但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掉 白衣女剑修表情将注 这时 夜旋拂袖一挥 青旋剑直接没入白衣女剑修的眉间 哼 青旋剑开始疯狂吞噬 夜旋转身离去 但就在这时 一股极其可怕的强大气息 突然自那星空深处涌来 哼 一瞬间 整个星河直接沸腾起来 夜旋停下了脚步 她知道 真正的大佬出现了 第2984章好像有点厉害 夜旋转身看向天际 在那天际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夜旋双眼微眯 拔剑而起 嗡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彻 夜旋直接 踢着剑杀入那巨大的漩涡之中 空偶 随着一片剑光自那漩涡内爆发开来 整个漩涡剧烈一颤 然后轰然破碎 空 天际 无数剑气纵横建设 一片狼藉 随着剑气散去 众人看到了夜旋 还有一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穿着一袭滑袍 他右手之上 戴着一个暗金色拳套 牧神王 场中 有神灵惊呼 闻言 场中许多神灵直接兴奋起来 这牧神王 可是诸神王之首 当年被大道鼻祖人亲自镇压封印 众生灵没有想到 他竟然也破了封印 牧神王盯着夜旋 你 何必废话 夜旋冷笑一声 直接持剑杀了过去 诗 一缕剑光自场中撕裂而过 牧神王双眼微眯 他右手猛的紧握 然后一拳崩出 空 在他拳头之上 数万道金光突然涌现 空偶 整个天地间 除虚真神殿那片区域外 所有的时空在这一刻直接化为灰烬 而那虚真神殿也在这一刻被动启动了虚真神阵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不断涌出 抵御住那些金光 次周那些神灵则是连连暴退 空偶 这时众人直觉的整个世界都在大地震 举目望去 只见夜旋与那木神王正在疯狂大战 两人你来我往 站得如火如荼 激烈无比 两人都是硬刚 见到这一幕 场中一众神灵神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而另一边 吴边主与那罪王也停了下来 两人看着那无尽黑暗时空的夜旋两人 神色也是无比凝重 吴边主盯着夜旋 沉默不语 这段时间来 这靠山王的实力 提升得太恐怖了 特别是加上清拳剑 这战力 简直不要太恐怖 吴边主轻声道 不知不觉间 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到了这般程度 可不能输给这个家伙 说到这 他突然看向那罪王 而似是察觉到吴边主的目光 罪王也是当即看向吴边主 吴边主轻笑 先杀了你这蠢货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突然间 一道道神秘的大道符文涌出 见到这一幕 罪王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他右手缓缓紧握 吴边主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空 场中 无数大道符文突然间朝着那罪王涌去 见到吴边主放大招 罪王自然也不敢小觑 当下身形一颤 直接化作无数残影朝着吴边主轰了过去 也放大招 空偶 突然间 两人所在的那一片区域直接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冲击波 这股力量冲击波瞬间扩散至数百万里之外 而这时 罪王释放出来的无数残影突然间一点一点消失 见到这一幕 那些神灵脸色瞬间巨变 空 突然间场中无数道残影轰然破碎 紧接着一道人影连连暴退 正是那罪王 罪王疯狂连连暴退 但是 吴边主速度比他更快 他还未停下来 吴边主便是直接冲到了他面前 然后一拳轰在他喉咙处 空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罪王肉身直接破碎 化作虚无 不仅如此 他的灵魂也在一瞬间破碎 败了 场中 众人惊骇地看着吴边主 这家伙之前隐藏了实力 而就在这时 罪王那原本破碎的灵魂竟然迅速凝聚 很快 其灵魂便是重新在众人面前 吴边主眉头皱了起来 罪王盯着吴边主 冷笑 你杀得死我吗 说着 他双手猛地紧握 很快 他肉身竟然也在迅速恢复 罪王咧嘴一笑 我是不死的 吴边沉默片刻后 突然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踏出 他脚下突然伸出一朵道帘 空 突然间 那朵道帘直接撕裂时空 出现在那罪王的头顶 见到这一幕 罪王眉头皱了起来 他刚想出手 一道黑光突然席卷而下 空 瞬息间 那朵道帘直接将罪王灵魂淹没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突然响彻天地间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那罪王面目扭曲 疯狂嚎叫 极为痛苦 与此同时 罪王的灵魂再次一点一点消逝 不同上一次 这一次 他的灵魂再不断分解 很快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罪王的灵魂直接被分解成了数十万块 但是 并没有被完全抹除 见到这一幕 无边主脸色顿时沉了起来 而这时 那些被分解的灵魂竟然开始迅速凝聚 接着 在无边主阴沉的目光之中 那罪王竟然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又活了 见到这一幕 无边主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起来 哈哈 罪王突然疯狂大笑起来 他盯着无边主 挑衅道 小鳖三 你是杀不了本王的 无边主盯着罪王 你是不死 但是 你会虚弱 说着 他掌心摊开 那躲到连突然再次爆发出一道恐怖的黑光将那罪王淹没 啊 被黑光淹没 那罪王顿时再次惨叫起来 而他的灵魂也在这一刻迅速消逝 无边主盯着那凄厉惨叫的罪王 凝声道一次杀不死你 老子就杀你百次 看你他妈的给老子嚣张 很快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罪王灵魂再次被分解 而每一次死亡 罪王都会变得虚弱一些 因此 他虽然复活 但却无法与无边主抗衡 只能不断挨打 罪王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 当他灵魂再次凝聚时 他突然怒吼动手 动手 声音落下 远处那些神灵不再迟疑 当下朝着无边主冲了过去 他们怕夜悬 但是 他们可不怕这无边主 毕竟 无边主没有那个实力能够斩杀他们 因此 在得到罪王的命令后 他们直接一拥而上 朝着无边主冲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无边主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就在这时远处的夜悬突然到 无边退后 说着夜悬直接退到了那须真神殿之上 无边也是连忙退到夜悬身旁 夜悬直接握住须真神剑 看着那密密麻麻涌来的神灵强者 他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直接持剑猛的朝前就是一批 斩 翁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彻 一片诡异的符文剑光突然自须真神剑内猛的荡出 空偶 一瞬间 那为首的数万神灵直接被这一片剑光粉碎 剩余的那些神灵也是尽数被斩退至数十万丈之外 见到这一幕 夜悬愣住 这么猛 无边主也是满脸的震惊 卧槽 这阵法竟然如此强悍 夜悬连连点头 他也没有想到这须真神阵居然如此恐怖 不愧是大道笔主人弄的 这大道笔主人是有两把刷子的 天际 那慕神王冷冷看着下方的夜悬与无边主 这时 复活的醉王出现在慕神王面前 他审声道 没有看到须真世界其他强者 慕神王眉头皱了起来 事情不对劲 达到现在 他们都只见到了夜悬与无边主 并没有见到须真世界的强者 醉王盯着下方的夜悬 脸色无比阴沉 不正常 这两个家伙可能是在这跟我们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 慕神王双眼微眯 怎么说 醉王沉声道 这靠山王实力增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离谱 他们肯定有什么秘密修炼之地 而须真世界的强者肯定在那秘密之地修炼 所以 我们不能让他们拖延时间 不然 这对我们非常不利 慕神王看着下方的夜悬 沉声道 此人手上的那柄剑 非常诡异 可有查出他的来历 醉王摇头 我们只知道是他妹妹给他打造的 慕神王看向醉王 他妹妹 醉王点头 一位素群女剑修 实力 好像有那么点厉害 第2985章 慕神王 有点厉害 文言 慕神王眉头皱了起来 可调查清楚了 醉王点头 基本是调查清楚了 这夜悬背后的那位素群剑修出手次数不多 好像听说每一次出手都是一剑 不过 这也正常 毕竟 下面的世界那么弱 换我去 我也行 慕神王还是有些谨慎 此人能够打造出破规则之人 这极其不简单 我们万万不可轻视 醉王笑道 慕兄 悟要多心 那素群剑修弱真的极强 为何现在都还不敢出现 很显然 他这应该是畏惧了 慕神王沉默片刻后 道 让元王莫要出手 让他在暗中防备那素群女子 我们 醉王突然道 我来 慕神王看向醉王 醉王笑道 元王实力特殊 可以破阵 所以 我来防备那素群女子 慕神王莫要担心 我不会轻视此人 不过 以我实力 就算不敌他 与他大战各几百回合 还是没有问题的 慕神王想了想 然后点头 可以 确实 素群女子就算再强 也总不能一剑把罪王给秒杀了吧 这世界上 没有这么强的人 念至此 慕神王方下心来 他低头看向下方的夜玄宇无边主 破阵 破阵 声音落下 他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万丈漩涡 轰 突然间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不断自那万丈漩涡内涌出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那漩涡前 来人 正是元王 元王俯视着看着下方的夜玄 大笑 都让开 我来表演 文言 一众神灵纷纷后退 去真神殿之上 无边主看着那出现的罪王 沈声道 你小心些 夜玄微微点头 对于这些神灵 他自然也是不敢有任何轻视的 这时 那元王突然掌心摊开 一本金色神殿出现在他手中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口中默念古老咒语 很快 那本金色神殿突然飞入那黑色漩涡内 下一刻 数千万道神光自那黑色漩涡内爆射而出 一瞬间 天地时空直接被粉碎 见到这一幕 一众神灵心中大害 纷纷暴退 下方 月玄看着那遮天蔽日的神光 双眼眯了起来 他手中 须真神剑剧烈颤动起来 沉寂一瞬 月玄突然出剑 翁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彻 数千万道剑光突然自须真神殿上空冲天而起 空偶 晶空之中 一道道恐怖的力量不断爆发开来 宛如烟花一般璀璨耀眼 强大的力量逼得四周一众神灵不断暴退 漩涡前 那猿王俯视着下方的夜玄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他直接坐到一旁 而那漩涡内 无穷无尽的神光不断涌出 然后朝着下方的夜玄涌去 这破阵 拼得就是持久力 他可不是一个人 漩涡内 无数神灵在帮他催动法阵 下方 夜玄双眼微眯 他突然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直接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小心 这时 那猛神王突然开口 天际 那猿王眼中闪过一抹猙獰 他突然翻开那部神点 神点内突然冲出一尊金甲神将 他又手持金枪猛的朝着下方夜玄俯冲而去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四周那些神光都阵地粉碎 硬刚 轰偶 随着一道剑光与枪盲爆发开来 那尊金甲神甲直接被阵到数千丈外 而他刚一停下来 他手中的那柄金枪便是瞬间破碎湮灭 金甲神将直接猛了 那猿王也是愣住 这一回合 枪都给干没了 这时 那罪王突然道 小心此人 他手中的剑非常特殊 而这时 夜玄已经冲到那金甲神将面前 金甲神将双眼微眯 他没有退 因为这个时候退 必死无疑 他不退反进 然后一指点出 一手做枪 这一指点出 无数枪盲瞬间涌出 诗 随着一道撕裂声响彻 那无数枪盲瞬间破碎湮灭 下一刻 一柄剑直接刺入那尊金甲神将眉间 而夜玄已经出现在金甲神将身后 他掌心摊开 青玄剑在洞穿金甲神将眉间后 稳稳落在他手中 下一刻 他又脚猛的一跺 空 又脚落出 时空崩塌 而夜玄整个人则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直展那猿王 见到这一幕 猿王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他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猛的翻开手中的那部神点 神点内 一头凶猛巨兽猛的扑了出来 当这头巨兽扑出来的那一瞬间 整个天地星河顿时为之一颤 那头凶猛巨兽直接纵身一跃 朝着下方的夜玄扑了过去 夜玄不退反进 他体内 无数人间见疯狂涌出 展 随着夜玄一道怒喝生自天际响彻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无数剑光直接将那头凶猛巨兽淹没 而夜玄本人已经冲到那猿王的面前 在他身后 那头凶猛巨兽已经化作无数碎片洒落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醉王脸色顿时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他发现 这个靠山王的实力是越来越强了 这是怎么修炼的 怎么感觉跟开挂了一样 而那猿王此刻脸色也是无比的凝重 见到夜玄已经杀到面前 他翻开神殿最后一夜 刹那间 无数道雪雷自神殿内暴涌而出 空猛 随着一道雷光爆发开来 刚冲到猿王面前的夜玄直接被这股恐怖的力量震飞了出去 这一飞便是飞了数万丈之远 不过 在飞出去的那一瞬间 青玄剑突然化作一道剑光展向那猿王 猿王脸色瞬间巨变 他猛的和尚神殿挡在面前 空 当青玄剑斩在那部神殿上时 神殿剧烈一颤 然后直接炸裂开来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那猿王阵飞出去 而这时 夜玄已经化作一道剑光冲至他面前 看到一剑斩来 猿王脸色瞬间巨变 他没有想到那柄剑如此恐怖 竟然连他的至宝都能够斩碎 而就在此时 一道全盲突然自一旁袭来 夜玄双眼微眯 猛的转身一剑斩下 诗 那道全盲直接被他这一剑印生生撕裂开来 夜玄看向远处 出手之人正是那猛神王 猛神王看了一眼夜玄 然后看向那猿王 莫要与他单挑 直接催动神阵毁掉下方大阵 猿王点头 他转身直接进入那道黑色漩涡内 下一刻 黑色漩涡之中暴涌出无数神光 强大的神光密如暴雨 见到这一幕 夜玄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没有去下方依靠薛真神阵 而是掌心摊开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所有的人间剑意 翁 常中 千万人间剑冲天而起 无数神光直接被他的人间剑意粉碎 然而那些神光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不断自那黑色漩涡内涌出 而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朝着那黑色漩涡内冲了过去 正是无边主 猛神王看了一眼无边主 没有说话 也没有阻挡 而一旁的罪王突然看着远处的夜玄 然后道 老牧 我们一起联手偷袭他 第2986章战舰 通袭 文言 牧神王顿时有些犹豫 他觉得 这样还是不太好 罪王沉生道 牧王 我们与他们本就是生死之战 没有必要与他们讲道德仁义 干吧 说着 他直接朝着远处的夜玄冲了过去 见状 牧神王犹豫了下 然后也是冲了出去 正在与那些神光对抗的夜玄眉头 突然皱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安兰秀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看着那冲来的牧神王与罪王 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突然一声怒吓 一枪刺出 瞬息间 无数枪芒宛如潮水一般自枪间之中涌出 空偶 强大的枪芒直接将罪王两人逼停 但下一刻 那无数枪芒直接被粉碎 安兰秀被阵地连连暴退 罪王率先朝着一旁的夜玄冲 冲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夜玄面前 来人 正是那位元虚神帝 他看着那冲来的罪王 眼中闪过一抹冰冷 没有任何废话 拂袖一挥 一道强大的力量瞬间震荡而出 空偶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罪王震退 罪王停下来后 他看着元虚神帝 眉头微皱 元虚 是你 元虚双手附在身后 面无表情 我是你爹 文言 罪王脸色瞬间巨变 放肆 声音落下 他直接朝着元虚冲了过去 一拳崩出 元虚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拳轰出 轰偶 罪王直接暴退万丈之远 而他刚一停下来 那元虚神帝直接朝着他冲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罪王脸色顿时变得争鸣起来 他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也冲了过去 空偶 很快 两人直接疯狂激战起来 而另一边 叶玄突然化作一道剑光朝着那元王冲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元王脸色瞬间为之一变 不过此刻 他已退无可退 他右手突然摊开 一枚黑印出现在他手中 他朝前一抛 那枚黑印内突然飞出一道万丈虚影 那道虚影紧握右手拳头 然后猛地朝着下方的叶玄轰了过去 空 这一拳轰出 整个天地星河直接剧烈击颤起来 宛如大地震一般 害人无比 下方 叶玄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体内风魔血脉突然沸腾起来 一瞬间 他手中的青玄剑直接变成雪红色 站 随着叶玄这一剑狠狠斩了下来 一道雪色剑光直接将那道万丈虚影粉碎 与之一起被粉碎的 还有他的 见到这一幕 那元王脸色瞬间巨变 他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直接逃到了那黑色漩涡内 交手这几次 他几件至宝都被粉碎 这让得他明白 不能与这个家伙硬刚 见到那元王逃到那黑色漩涡内 叶玄正要持剑冲进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自那黑色漩涡内飞了出来 叶玄愣住 飞出来的人 正是方才冲进去的无边主 而此刻 无边主嘴角带着一抹鲜血 见到这一幕 叶玄眨了眨眼 果断放弃进入那黑色漩涡内 无边主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然后看向那黑色漩涡 神色颇有些凝重 这里面有诡异 叶玄省声道 有强者 无边主点头 叶玄看向那黑色漩涡内 没有任何废话 他突然隔空一剑斩向那黑色漩涡 一片剑光直接轰在那道黑色漩涡上 轰偶 黑色漩涡剧烈一颤 但下一刻 那片剑光直接被震退 见到这一幕 叶玄愣住 无边主省声道 里面还有强者 走 退到虚真神殿上 说着 他直接带着叶玄回到了虚真神殿上 而一旁的安兰秀与原虚神帝也是纷纷退了回来 叶玄抬头看向那黑色漩涡 此刻 那黑色漩涡内 猿王缓缓走了出来 猿王俯视着下方的叶玄等人 没有说话 这时 一名身着黑袍的神秘人突然鬼一般出现在猿王面前 见到这神秘人 罪王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慕神王看了一眼神秘人 沉默 神秘人突然道 现在起 这里我接管 慕神王微微点头 没有反对 罪王与原王更不敢反抗 神秘人俯视着下方的叶玄 此人之见 可破规则 有研究价值 待会莫要杀他 上面有交代 要活的 罪王看了一眼神秘人 不说话 这个人可不好抓 神秘人突然道 破阵 破阵 声音落下 他身后那个黑色漩涡突然剧烈击颤起来 下一刻 一道金光自那黑色漩涡内扑了出来 金光顺着天际往下涌去 宛如一道瀑布一般 极为壮观 但那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极为恐怖 下方 叶玄双眼微眯 他掌心摊开 薛真神剑出现在他手中 一瞬间 整座虚真神殿四周出现了无数的金色符纹 大阵启动 叶玄看着那道涌下来的金光 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一剑斩上 诗 一片剑光突然间自虚真神剑内冲天而起 当那道剑光斩在那道金光上时 那道金光剧烈一颤 出现丝丝裂纹 但并未碎 而他的那道剑光却直接溃散 见到这一幕 叶玄几人脸色都沉了下来 叶玄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一瞬间 整座虚真神阵剧烈击颤起来 无数剑光突然自四周冲天而起 然后朝着那道金光斩去 吃吃吃 整个星空直接被撕裂粉碎 而当这些剑光斩在那道金光上时 那道金光剧烈一颤 然后直接裂开 但下一刻 叶玄几人脸色却是瞬间巨变 因为那些金光在碎裂后 竟然化作一道道金色符纹 每一道金色符纹内都蕴含着一道非常恐怖的力量 空 随着一道道恐怖的力量爆发开来 虚真神阵释放出来的那些剑光在这一刻直接破碎湮灭 下一刻 所有金色符纹直接朝着下方的叶玄几人俯冲而去 无数道金色符纹就像星辰陨落一般 毁天灭地 见到这一幕 叶玄直接冲天而起 在他冲起的那一瞬间 虚真神阵内 无数金色剑光跟着他一同冲天而起 斩 随着一道怒喝声响彻天际 一片剑光猛的自天际爆发开来 但下一刻 在那黑色漩涡内 又是数十道金光倾泻而下 空猛龙 瞬息间 整个虚真世界都在这一刻沸腾起来 空猛龙 天际 无数剑光湮灭 叶玄也是被那一道道恐怖的力量阵地连连暴退 当退到虚真神阵时 叶玄本想还想借助这虚真神阵反攻一波 但下一刻 他手中的虚真神剑咔嚓一声裂了开来 见到这一幕 叶玄愣住 驱真神剑微微颤动着 叶玄沉默片刻后 他松开虚真神剑 然后轻声道 你自由了 驱真神剑微微一颤 似是在说什么 叶玄微微一笑 去吧 你为这个世界做的已经够多了 去观旋宇宙好好修养 驱真神剑颤动片刻后 转身化作一道剑光消失在下方 如果有选择 他其实想跟着叶玄 但是 他知道 叶玄有别的剑 他没有这个机缘与福分 而他 也不想死在这里 在这里 他已守了无数年 他想为自己活一世 随着虚真神剑离去 那虚真神阵也不复存在 叶玄抬头看向天际 轻声道 来吧 安兰秀三人走到了叶玄身后 几人看着天际那无数道金光轰来 沉默不语 硬仗 就在叶玄要出手时 突然 天际时空直接裂开 一名女子踏空而来 在这女子身后 出现无数架庞然大物 那是战舰 第2987章反攻 战舰 见到那密密麻麻的战舰 一旋顿时愣在了原地 但很快 他笑了起来 钱贯来了 终于来了 来人 正是秦官 而在见到秦官时 场中的那神秘人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醉王看了一眼那些战舰 这是些什么玩意 天际 秦官突然到 开炮 开炮 声音落下 那无数战舰突然剧烈击颤起来 下一刻 道道恐怖的激光 自每一艘战舰内爆涌而出 见到这一幕 为首的神秘人脸色瞬间巨变 他朝前一冲 右手猛的朝前一压 一道万丈光盾出现在他面前 简然 他这是想一己之力抵御住这些激光 然而 轰 随着那些激光轰来 那道光盾瞬间轰然破碎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神秘人冲到了数万丈之外 而其余的那些神灵更是犹如被秋风扫的落叶一般 瞬间震飞到了数十丈万外 而在最前面的那些神灵直接被阵地粉碎 见到这一幕 众人看得是目瞪口呆 而罪王等人则猛了 折磨玩意 折磨玩意 罪王满脸的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道 预备 预备 听到秦官的话 他身后那无数战舰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见到这一幕 那神秘人脸色瞬间巨变 撤 撤 声音落下 他带着一众神灵转身就跑 而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道 杀 说着 他直接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而在他身旁四周 无边逐己人也是齐齐冲了出去 天际 秦官指挥着那些战舰也是追了过去 叶玄速度极快 他眨眼间便是冲到了那神秘人面前 神秘人猛地转身 然后一拳轰向叶玄 叶玄一剑刺出 千万人间戒惠聚于清玄剑内 强大的剑光瞬间淹没整个天际 空偶 叶玄与神秘人同时暴退 神秘人盯着叶玄 正要出手 而这时 无数激光直接朝着他们这边轰来 见到这一幕 神秘人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他连忙到 起阵法 空 声音落下 那黑色漩涡内 无数道金光突然暴涌而出 见到这一幕 叶玄双眼微眯 朝后退了万丈 拉开距离 斗法这种事情 还是让富婆来吧 因为斗法 比的就是钱 这些神灵启动阵法 也是烧的钱 激光与金光疯狂对轰 整个虚真世界都开始疯狂击颤起来 仿佛大地震一般 骇人无比 一旋即人见到这一幕 一脸凝重 不得不说 神灵那边的阵法也是强悍无比 竟然硬生生抵御住了秦官的那些激光 而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发射 发射 场中 众人眉头微皱 发射什么 那为首的神秘人也是一脸猛 而随着秦官的声音落下 他身后的那些战舰突然朝后退去 就在众人一脸猛的时候 神秘人眼瞳众然一缩 只见他们面前的时空突然裂开 接着 一个又黑又大类四行天柱的东西飞了出来 神魔玩意 神秘人大惊 空 突然间 一朵蘑菇云猛的自场中冲天而起 强大的气浪直接将所有激光与金光冲散 而一瞬间 那无数神灵也被那朵蘑菇云给淹没了 一旋等人则是疯狂暴退 而不远处 那座没了阵法的虚真神殿更是在一瞬间就化作了虚无 叶璇等人足足退了百万丈才停下来 看着眼前的一片漆黑 叶璇几人都有些麻 无边主颤声道 刚刚那是个什么玩意 叶璇摇头 他知道 这肯定是富婆新研究出来的东西 威力 太他妈猛了 搞得他都不太想修炼了 这富婆还好是自己人 不然 怕是只能三件才能镇压了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出现在叶璇身旁不远处 他微微一笑 小玄子 叶璇笑道 小官 秦官转身看向不远处 那里 一大片神灵已经被摧毁 但是 他们碎了的灵魂又在慢慢开始凝聚 见到这一幕 叶璇等人脸色皆是沉了下来 为首的那神秘人等人则死死盯着叶璇 他们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 他们也身受重伤 太离谱了 这时 那罪王突然产生道 未曾想到 这个世界居然也有人玩这种科技之道 离谱啊 这怕不是从我们那边下来的吧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准备 听到秦官的话 那神秘人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撤 这一次 他没有等那些神灵复活 直接带着剩余活着的神灵转身就跑 而场中 有十几万神灵还在慢慢恢复灵魂 一旋掌心摊开 青旋剑直接飞了出去 吞噬 场中 青旋剑疯狂吞噬那些神灵 而现在 也只有青旋剑才能够真正斩杀这些神灵的本体 看着青旋剑吞噬那些神灵 场中的无边主等人神色皆是很凝重 虽然青旋剑能够杀这些神灵 但是 只有青旋剑能啊 而叶玄 一个人也杀不过来啊 特别是青旋剑吞噬灵魂 还需要一点时间 头疼 这时 秦官突然道 要想打败这些家伙 就必须的能杀他们的本体 不然 他们源源不断的复活 我们这边会被他们硬生生耗死的 叶玄点头 这一次他们退走 下一次 他们来的人肯定会更多 更强 无穷无尽一样 安兰秀突然道 可以反攻吗 反攻 文言 几人皆是沉默 老实说 这么一直被动 大家都很不爽 而这时 那源虚神帝突然道 我们根本到不了他们那个世界 几人看向源虚神帝 源虚神帝审声道 当年 我们也想过反攻 甚至还杀到了真世界的入口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虚真战场 在那里 我们与他们展开了最终的决战 然而 他们人越打越多 而且 还可以一直复活 最终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退回虚真神殿 依靠各种阵法来防守反击 叶玄审声道 虚真战场 原虚神帝点头 当年那一战 战场有两个 一个是这里 还有一个是虚真战场 在那里 我们与他们进行过决战 本以为能杀入真世界 一举歼灭他们 但没有想到 说着 他微微摇头 没有再说什么 那战 是虚世界唯一一次反攻 也是最后一次 而后面开始 虚世界面对真世界 只能被动防守 如果最后不是大道比主人加入 虚世界已经全部玩独自了 因为有大道比主人加入后 虽然不能真正杀死那些神灵 但却可以将那些神灵给封印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看向叶玄 反攻步 叶玄沉默一瞬 然后抬头看向星空之中 反攻 原虚神帝看向叶玄 救我们 叶玄点头 救我们 但他娘的 说着 他直接又搅猛的一顿 整个人化作一道 见光冲天而起 其余几人也是纷纷冲了出去 第2988章有我呢 反攻 叶玄也不喜欢被动 他喜欢主动 在原虚神帝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一片破碎的虚空之中 在虚空之中 隐约还可以见到一些大战的痕迹 原虚神帝看着四周 神色复杂 这时 无边主突然道 他们从哪里来的 原虚神帝指着视线尽头 你看那里 无边看向远处 在那视线尽头处 有一道漩涡之门 原虚神帝审声道 他们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叶玄微微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情官 情官笑道 明白 说着 他打了一个响指 啪 随着响指声音落下 在众人面前不远处 时空突然沸腾起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 见到这一幕 几人脸色皆是变了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一道红光突然撕破时空 然后直接飞入那道黑色漩涡之内 空偶突然间 一道恐怖的诈响声 自那黑色漩涡内猛的响起 接着 整个虚真战场直接沸腾起来 见到这一幕 众人神色皆是无比凝重 死死盯着那黑色漩涡之门 那黑色漩涡之门也在剧烈击颤着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不断涌出 就在这时 那黑色漩涡之门内突然爆发出一道黑光 黑光直接朝着夜玄等人击射而来 夜玄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一剑猛的披下 一道万丈剑光破空而去 空 那道黑光直接被这一剑斩碎 夜玄看向那黑色漩涡 围头皱了起来 这黑色漩涡居然硬生生扛住了那一枚什么弹 秦官戴眉也是错了起来 居然扛住了 他不服 秦官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然后道 小爱 放大招 放大招 听到秦官的话 场中几人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 空 突然间 秦官面前的时空扭曲起来 紧接着 一根长达数万丈的晴天剧筑带着一道长长的火焰尾飞了出来 空 强大的气息直接让得场中虚真战场一点一点击灭 见到这一幕 众人脸色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那个大家伙直接飞入那黑色漩涡之门内 空偶 突然间 一道震耳欲聋的乍响声猛的自那黑色漩涡之门内响撤起 紧接着 整个黑色漩涡之门直接开始一点一点破碎 与此同时 整个虚真战场也在这一刻开始一点一点湮灭 威力太恐怖了 见到这一幕叶璇几人眼中皆是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是什么玩意啊 这么离谱 而就在这时 数十道强大的气息突然自那黑色漩涡门内涌了出来 叶璇双眼微眯 手持清玄剑朝前踏出一步 千万人间剑顿时浮现四周 无边主等人也是神色戒备 随时准备出手 就在这时 数十名黑袍强者直接冲了出来 而他们的目标 不是叶璇 是秦官 叶璇双眼微眯 直接持剑杀了出去 诗 持空撕裂 而无边主等人也是齐齐冲了出去 秦官没有冲出去 他可不是近战的 秦官看着远处交战的叶璇等人 神色平静 而他的右手则放到了小布袋内 就在这时 他右边的时空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一名中年男子冲了出来 来人 正是那罪王 秦官右手突然在小布袋内按了一下 轰 顺西间 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轰在那罪王身上 轰 罪王直接被阵地连连暴退 这一退 便是数万丈 停下来后 秦官身后 突然出现无数庞然大物 战舰 见到这一幕 罪王眼瞳骤然一缩 秦官突然到 发射 轰 顺西间 无数道激光直接朝着那罪王击射而去 罪王心中大害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跑 他本想趁着众人牵制 朱叶璇等人时 他来一个偷袭 然而 他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这么猛 简直就离谱 秦官看了一眼那逃走的罪王 倒是也没有追 他转身看向远处叶璇等人 而就在这时 四周时空突然颤动起来 一道道恐怖的强大气息不断自四周时空涌出来 秦官带眉微微醋了起来 护驾 声音落下 在他四周 突然出现一艘艘迷你版的战舰 这些战舰体积很小 只有巴掌大 但非常多 他们围绕在秦官四周 然后不断释放出一道道诡异的电流朝着四周 那些时空轰去 轰隆隆隆 一瞬间 秦官四周那些时空直接被粉碎 与此同时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不断自四周响彻 另一边 躲得远远的罪王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有些苍白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仙 妈的 这靠山王身边的人 怎么没有一个简单的 次是想到什么 他看向那无边主 还是这个小鳖三好欺负一点 说着 他直接朝着无边主冲了过去 他实际找得很好 加上突然通袭 无边主一个不慎 直接被他震飞 无边主停下来后 见到是罪王 他顿时怒火中烧 没有任何废话 他直接化作一道道道恐怖的白光 朝着罪王冲了过去 而另一边 叶玄持剑猛斩 强大的人间剑不断纵横交错飞斩 他身边几名强者根本靠不了他近身 而且 还被他一人压着打 就在这时 秦官突然道 都回来 听到秦官的话 叶玄等人愣住 但连忙照做 纷纷回到秦官身旁 秦官并指一点 发射 声音落下 他四周那些迷你版的战舰突然发射出一道道恐怖的红色激光 见到这一幕 那些神秘强者脸色瞬间聚变 轰猛龙 很快 场中无际时空突然间响起一道道震耳欲龙的炸响声 那所有神秘强者直接被这些红色激光轰地连连爆退 其中有几人更是瞬间被轰成了碎片 而叶玄的轻弦剑则连忙飞了出去 收割灵魂 那醉王见到这一幕连连爆退 其实当秦官开口时 他就已经退了 他知道 这女人可能是要放大招了 得赞必锋芒 果不其然啊 这时 先前那神秘神灵又再次出现在叶玄等人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看向秦官 你是谁 秦官笑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又没有什么意义 神秘神灵审声道 你是在向我们宣战吗 秦官眨了眨眼 你们已经不是对我们宣战了吗 神秘神灵指了指叶玄 我们是对他宣战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我跟他是一伙的 你看不出来吗 神秘神灵看了一眼叶玄与秦官 微微点头 你们想反攻 那就是在对我们整个真世界宣战 说着 他掌心摊开 手中突然飞起一枚浮露 很快 那枚浮露燃烧起来 叫人 叶玄双眼眯了起来 这时 一旁的秦官微微一笑 小玄子莫慌 有我呢 无边主几人顿时看向叶玄 神色古怪 这感觉 怎么有点不对劲 叶玄 第2989张见你人头一用 见到那神秘神灵竟然开始直接叫人 元须神帝等人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叶玄看了一眼那神秘神灵 没有说话 但他手中的清玄剑却微微颤动了起来 神秘神灵身旁 罪王盯着叶玄 要小心此人 神秘神灵看向叶玄 他目光落在了叶玄手中的剑上 刚才一战 有些神灵是真的死了 而就是被这柄剑杀的 最恐怖的是 这剑已经能够真正杀死他们 即使是他 也颇为忌惮 连连与叶玄交手时 都不敢与支印钢 这种人 不能活啊 而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他掌心摊开 清玄剑剧烈一颤 下一刻 无数人间剑宛如潮水一般朝着他清玄剑内涌去 神秘神灵盯着叶玄 双眼微眯 他右手缓缓紧握 叶玄突然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一剑斩向神秘神灵 神秘神灵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朝前一冲一拳轰出 轰偶一片剑光突然爆发开来 强大的剑气瞬间震至数千万里外 而那神秘神灵也直接被这一剑斩退数十万丈 而他刚一停下来 又是一柄剑杀制 神秘神灵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他刚想出手 然而却惊骇的发现 他的肉身竟然无了 刚才那一剑直接打碎了他的肉身 神秘神灵心中大害 连连暴退 然而 叶玄的剑更快 就在叶玄的剑即将要斩杀神秘神灵时 一变突起 一名身着白衣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神秘神灵面前 他一直点向叶玄的清旋剑 空偶 一片剑光突然刺剑尖触爆发开来 但下一刻 白衣中年男子右手突然紧握 然后朝前就是一拳 空 那刚爆发开来的剑光直接被他这一拳硬生生压回清旋剑内 与此同时 他右手突然朝前轻轻一压 这一压 万道时空突然间崩塌 一股恐怖的力量直接顺着清旋剑朝着叶玄阵去 察觉到这一幕 叶玄双眼微眯 右手猛的一阵 无数人间剑突然自清旋剑内抱涌而出 空 两人同时暴退 而四周 原本已经被修复的虚真战场再次化作了一片虚无 叶玄停下来后 他看向远处那白衣男子 男子此刻也在看着他 而此刻 白衣男子右手拳头上 有鲜血流出 这时 那神秘神灵突然走到白衣男子身旁 审声道 莫圣主 圣主 听到白衣男子的话 叶玄打亮了一眼白衣男子 轻笑 你们这些神灵 大佬都是一个一个出来的吗 白衣男子盯着叶玄 你就是那个能杀我们本体的剑修 叶玄笑道 是 莫圣主微微点头 不得不说 你们这个世界确实有独特之处 每隔一段岁月 就会出现一些特别妖孽之人 而且 出现的总是那么关键 可惜 即使你在妖孽 你也守护不住你们这个时代的生灵 叶玄看着莫圣主 单挑 莫圣主微微点头 可以 我也想看看你的实力 罪王连忙道 圣主 这人的剑步简单 莫圣主轻声道 我想再领教领教 罪王犹豫了下 然后点头 圣主亲自出手 必能亲自将这靠山王击毙 他本来还想再劝一下 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 这家伙一死 自己说不定能够得一点好处 莫圣主盯着叶玄 来 四周 众人纷纷退去 叶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师 一柄剑瞬间杀至那莫圣主面前 清玄剑内 千万柄人间剑突然抱涌而出 与此同时 叶玄在这一刻更是激活了自身的血脉之力 最恐怖的是 这一次 他折叠了场中所有时空 折叠一剑 倾尽全力的一剑 见到叶玄这一剑的恐怖威力 莫圣主眼瞳咒人一缩 这一刻 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没有任何犹豫 他双手猛的核实 体内突然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黑光 轰偶 突然间 一片血色剑光猛的自那莫圣主面前爆发开来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莫圣主阵飞了出去 而在飞出去的过程之中 他肉身开始寸寸湮灭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罪王脸色瞬间巨变 没有任何犹豫 他直接往后退去 开溜 妈的 这靠山王实力又变强了 不能与之应当 得让别人去 那莫圣主暴退的过程之中 叶玄突然又消失在原地 见到这一幕 莫圣主眼瞳顿时骤人一锁 他连忙道 古圣主 救我 轰偶 突然间 一道枪芒自天际次来 速度极快 然而 有人更快 不是叶玄 是无边主 无边主直接冲到那道枪芒面前 一拳轰出 轰偶 那道枪芒硬生生被他这一拳轰碎 而这时 下方突然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 无边主转头看去 只见叶玄的剑已经刺入那莫圣主的灵魂内 清玄剑正疯狂吸收着那莫圣主的灵魂 随着灵魂的消逝 那莫圣主突然变得惊慌起来 救我 救我 救 那惊慌之态 完全不似一位顶级强者 见到这一幕 无边主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片刻后 他讥笑道 原来 这就是压着我们这片宇宙无数万年的神灵 就这玩意 一点骨气都没有 还敢自称神灵 真是笑死个人 无边主声音很大 场中所有人都听到了 在听到无边主的话后 那些神灵强者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起来 无边主又道 看来 你们的依仗就是这个什么所谓的不死之身 没了这个不死之身 你们真的是废物 超级大废物 文言 那些神灵脸色顿时勃然大怒 这时 一名手持长枪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无边主面前不远处 他盯着无边主 你很能打 无边主咧嘴一笑 确实能打 长枪男子正要说话 这时 下方的那清旋剑突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剑鸣之声 轰 强大的剑鸣声直冲苍穹 震荡天地间 所有人纷纷看向夜旋 夜旋面前 清旋剑剧烈击颤着 一道道恐怖的剑鸣声宛如潮水一般不断涌出 而他的气息也是在这一刻疯狂增长 见到这一幕 场中所有神灵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这剑要再次突破吗 夜旋盯着面前的清旋剑 也是有些诧异 这小魂是要再次突破了吗 见到清旋剑气息越来越强 纳醉王尘末片刻后 继续后退 远离场中 他工算的距离很好 如果夜旋突然对他出剑 他这个距离完全有足够时间逃走 而就在这时 夜旋面前的小魂突然兴奋到 小主 再杀一位圣主 再杀一位 我就能够突破 闻言 夜旋双眼微眯 他突然握住清旋剑 然后又脚猛的一跺 冲天而起 古圣主 借你人头一用 众人 第2990章突破 借你人头一用 当夜旋说出这句话时 他自身的事竟然也在这一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刻 在夜旋眼中 那强大的圣主就仿佛是一只蝼蚁一般 随手一捏 就能捏死 无敌的气势 这一刻 夜旋个人的事与清旋剑的事完美融合 并且一人一剑都重新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剑 夜旋个人剑到突破 这一剑 清旋剑也再次突破自己 没有吞噬那位圣主 就已经突破 这一剑 一人一剑都得到突破 在这一人一剑的强大气势之下 场中所有人被压制 包括一旁的无边族语言虚神帝 所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夜旋 无边族也是满脸的震惊 他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在这一刻心境突然突破 那罪王深深看了一眼冲天而起的夜旋 然后转身就跑 这个地方不能带了 尖溜天际 听到夜旋的话 那股圣主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借我人头一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声音落下 他又手持枪猛地朝着下方就是一次 空 这一枪落下 无数枪猛袭卷而下 失 而这时 所有枪猛直接被粉碎 紧接着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一柄剑直接没入那股圣主眉间 失 股圣主身体将在原地 秒杀 下方 那些神灵强者看得目瞪口呆 无边族等人也是满脸的凝重 一剑 就只用了一剑 无边族盯着天际的夜旋 这吊毛是要起飞了啊 秦官看着夜旋 微微一笑 便厉害了呢 天际 夜旋看着面前那位圣主 那圣主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 他没有想到 他竟然被人一剑给秒杀了 夜旋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让青旋剑吸收掉圣主的灵魂 与此同时 他直接朝着下方的那些神灵冲了过去 见到夜旋冲来 那些神灵强者脸色瞬间巨变 这水顶得住 一众神灵直接转身就跑 然而 他们的速度根本没有夜旋的剑快 而此刻 夜旋与青旋剑都得到突破后 那些神灵已经根本不是对手 屠杀 毫无压力的屠杀 无边族看了一眼四周 他在找罪王 然而 他并没有看到罪王 无边族脸色沉了下来 妈的 这狗日的是跑了吗 这时 远处的夜旋已经将所有人斩杀 这一次 很轻松 夜旋斩杀所有人后 他抬头看向星空深处 那里 那个黑色漩涡已经消失 见到这一幕 他眉头皱了起来 然后看向圆须神帝 圆须神帝摇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 秦官突然笑道 他们应该是将那通往他们那个世界的通道给隐藏起来了 隐藏了 夜旋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他感受着四周 片刻后 他睁开双眼 摇头 感应不到 秦官走到夜观身旁 他看了一眼四周 片刻后 摇头 那通道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只有他们出现时 才会跟着出现 文言 夜旋脸色沉了下来 这时 一旁的无边主突然笑道 也不是什么坏事 夜旋看向无边主 无边主审声道 你的实力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是一件好事 但是 我们这边的人实力与他们相比 还是有不小差距 多争取一点时间 他们就能够变得更强 若是我们能够争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那些虚真世界的强者的实力 绝对不比他们低 甚至比他们强 夜旋微微点头 这一场对抗 确实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摆平的 虽然现在实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他却没有任何的骄傲与自满 越往上提升 他就越觉得自己渺小 这时 秦官突然道 我觉得 除了提升实力 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研究如何才能够斩杀他们 不然 他们都打不死 而且 越打越打 我们没有胜算的 一旋看向秦官 笑道 小官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秦官笑道 你的剑借我看看 一旋点头 他掌心摊开 清旋剑出现在秦官面前 秦官握住清旋剑 他研究半天后 清声道 我觉得 我可以仿造一下这剑内的规则 文言 众人皆是愣住 秦官审声道 这柄剑是天命姑娘打造的 很特殊 即使是我 也无法完全摸透 不过 我可以仿造 当然 肯定与这剑有很大区别 不过 我们可以试试 我相信 到时候 即使无法斩杀那些神灵 也能够让那些神灵变得更加虚弱 叶玄微微点头 好 秦官突然道 小爱 声音落下 一名女子出现在秦官身旁 秦官直接将剑递给小爱 你拿回去与他们研究一下 然后商讨出一个方案出来 看看要如何仿造 小爱微微一礼 好 说完 他拿着清旋剑 转身离去 叶玄看向无编主等人 然后道 你们进塔修炼吧 无编主微微点头 然后语言薛神帝进入小塔内 安兰秀突然道 你方才剑道突破了 叶玄点头 是的 剑道突破 叶玄摇头一笑 说来惭愧 我这剑道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突破了 这些年 自己确实有些太花里胡哨了 这一次 他的感悟确实很深 这一次没有叫人 虽然一开始时有点艰难 但他发现 自己走过来后 那种感觉与别人帮忙走过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刚才 若是叫人 那些神灵一早就已经死了 但是 他也不会就有突破了 他现在想起老爹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大道 这条路 只能自己走 别人帮你走的 那都没有意义 路 终究还是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才行 安南秀 微微点头 这几天的大战 让得他也有了许多感悟 叶玄突然有些好奇 小关 你之前都去了哪里 警官微微一笑 虚戒 叶玄眉头微皱 虚戒 警官点头 就在这个虚真世界 不过 一般人去不了 那个地方 是大道比主人建立的一个特殊世界 他当年在那里传道 那里也有一个道门 强者虽然不多 但是 都很强 曲戒 一学神声道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出来帮忙对抗那些神灵 警官笑道 你可以去试试看 而且 我倒是建议你去一趟 因为在那里 大道比主人留下了一些东西 都是道门的 我对那些东西不太感兴趣 对你应该有帮助 一旋想了想 然后道 小官 带我去那个地方 警官笑道 走 刚好我也要回去打造一点炮弹 不太够用了 炮弹 一旋表情将注 奈 。 中文字幕——YK